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除了在追求贸易自由化的脚步跟不上其他国家 产业转型也面临了重要关卡 相较于新加坡和香港对于自身的发展定位清楚 南韩也在经济改革后激起直追 台湾想要找回昔日荣景 产业转型刻不容缓 我们过去是四小龙之手 现在是四小龙之物 而且甚至有些人甚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甚至有人说我们根本已经不是四小龙了 我们台湾经不起 不融入区域经济整合 全球区域经济整合已成趋势 台湾近年来积极投入 寻求洽签自由贸易协定的伙伴 成绩却不理想 台湾厂商以工具机产业为例 眼看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 借由FTA取得降关税 甚至免关税的优惠 自己却无法取得公平竞争的立足点 五不大探价格战越打越辛苦 我们的品质绝对未出为韩国 那甚至我们很强调要服务的 但是面临到价格的时候 前面都会被挑战 韩国货目前进到欧盟和美国 他们都可以免关税 那经过他们的比较之后 台湾相对比较贵 所以现在对我们长大来讲 是不公平的竞争 所以我们必须要创造 公平竞争的条件 所以说签FTA是很重要 目前我国有七个FTA 其中五个和中美洲邦交国签署 仅占对外贸易总额0.13% 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经济部持续推动融入区域经济整合 去年和两个非邦交国 纽西兰以及新加坡 分别签订经济合作协定 和经济伙伴协定 台湾投入洽签FTA的资源和程度 不亚于其他国家 EGFA这部分我们还是要继续完成 虽然说福贸目前还在立法院 但是我们这部分 我们还是必须要 因为中国大陆 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 我们现在已经跟印度 跟印尼跟菲律宾 我们已经开始进行可欺基研究 而且已经做完了 经济部还预计年底前 完成欧盟所有会员国的 敲门之旅争取支持 其实台湾作为众多制造业 产业链的重要供应者 绝对有资格成为 许多国家自由贸易 往来的理想伙伴 不过台湾和中国大陆 有着特殊的两岸关系 使得推动区域经济整合 始终无法排除政治因素 我们去其实其他国家 进行所谓敲门之旅 他们问的问题 大概都分三个类型 一个就是你准备好了 的类型的问题 就是你准备自由化了吗 我过去关键议题 你要不要解决等等 第二个问题 人家都会问说 华谷的意见是什么 美国支持你吗 第三个问题 常常都可以理解 就是他问说 那北京会不会反对 我跟你这个 北京会有什么意见吗 他会不会 我会不会再制造麻烦 今年三月 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引发学运抗争 卡关立院至今 引发国际联想 两岸关系是否生变 也更加凸显 台湾追求贸易自由化 必须先处理 内部整合的问题 台湾在1970年代创下亮点的经济成长 经过30年的发展 已经被其他国家远远拉开了距离 除了目前经济成长持续低迷 台湾在全世界的出口排名 近年也一路下滑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最新统计 台湾的名次已经退步到第20名 反观南韩和新加坡的排名持平 香港的名次也上升 而在众多经济数据中 最让台湾民众感受深刻的 莫过于薪资水平倒退 薪资成长的幅度 干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 去年每人每月 实质平均薪资为新台币 44739元 物价上涨率高于薪资成长 钱越赚越薄 不如15年前的水准 分配不正义的问题 在台湾确实存在 因为过去15年来 台湾的实施GDP 就是经济是一直在成长的 意味着说我们的 简单说就是水库 其实是水位一直在上升的 可是大家感觉不到 有雨露均沾 经济成长 无法雨露均沾的另一个关键 在于台湾从轻工业 重工业到发展科技产业 一路走来所造就的中小企业 正面临产业转型的关卡 台湾的中小企业是说 这个赚钱我现在做这个 这不行我收起来 我在做别的 所以你这样一直在换 你永远没办法技术胜根 过去是笔电 现在是平板 现在台湾的电子业 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说 还在等待这种杀手级的产品 能够就是吸引大家的风潮 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 我们的制造业 已经具有全球竞争力了 现在其实是服务业 要跳起来身体的时候 要赶上制造业 每次你想要改变 根据最新出炉的洛桑管理学院 2014世界竞争力年报 新加坡排名第三较2013年前进两名 香港排名第四比去年成长一名 而台湾排名第13较前一年倒退两名 至于经济数字样样领先的南韩 排名第26下滑了四个名次 分析南韩竞争力排名落后的原因 在于物价太高 连番狂涨的生活费和办公室租金 让企业营运成本居高不下 相较之下 低廉的消费 成了台湾竞争力的优势 台湾必须找到自己的方法 而自己的方法 会以作为 再次的創作性和新竞争力 而不想再参加香港 或者再参加新加坡 因为这会不会有效 昔日的亚洲四角龙早已各自单飞 新加坡和香港发展金融中心的角色定位清楚 三十多年来一步一脚印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南韩则历经两次金融崩盘的彻底溃败 痛定思痛 藉由改革谷底翻身 急起直追 而台湾也到了必须好好思考下一步的关键时刻 如何在兼顾公平分配的前提下 放眼全球拼经济 让民众的小确幸成为有感的大幸福 中央社综合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香港最近举办高级视听展 现场吹起怀旧风 展出各式音响设备和复古黑胶唱片 身价不凡 其中最贵的二手黑胶唱片 直逼新台币十万元 价格较二十年前涨了十倍 买气依旧不减 一两年间黑胶盆和真空管 都非常之比较普及了 销售量多了 尤其是LP 黑胶碟有很多服黑板再出发 因为很多发烧油 仍然觉得黑胶是有一个 音质上各方面都比数码优胜 会场上备受瞩目的 还有这套真空管后级扩大机 吸引近百味音响迷前来聆听 标榜全影打造 要价近900万元新台币 订单已经排到明年1月 锁定高消费族群 看准市场需求增加 复古音响设备商机无限 电晶体扩大机和CD业者 也推陈出新 主打玻璃制造的CD 强调音质更细致 满足使用者的听觉享受 中央设计者张谦香港报道 位于中美洲的巴拿马运河 每年总运量超过3亿吨 是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重要航道 巴拿马配合通航百年纪念 也早已规划了运河扩建工程 正在赶工当中 扩建完成后 预计将可以增加三倍运量 运费收益也是翻倍成长 运河开航即将在15号满100周年 更多讯息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 和装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陈凯婷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